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14年培训生涯为大家讲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当今天在我北京剧策教育集团当中 我经常跟我员工说这样一句话 我不能给你一辈子的薪水 但是我保证你离开我一辈子都能挣到比这里更多的薪水 我不能给你一辈子的工作 但我保证你离开我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再失业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我能教你如何为自己工作 我能教你如何在岗位上为自己创业 我能够教你如何为人出事 我们这里就是教育机构 你不用交一份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一边学习一边成长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这里普通员工出去 都能成为创业的董事长 创业的法人 创业的企业家 真正高级的CEO 我想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一个培养企业家的机构 一个来扶持企业家机构 真正应该做到的 这是什么 这就是信仰 这就是教化 什么叫信仰 我说话很简单 信仰第一个字叫什么 念信 叫信则有不信则无 第二个字叫什么 念养 养是什么 养是养目 所以我信这人又养受养目 才会产生信仰 有了信仰才会有教化 仅代表本人个人观点 如有雷同和巧合 或有不足之处 还望大家多多谅解 第四 强化 什么叫强化 说到强化 我想要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有一间庆人去当兵了 到了部队上 第一个礼拜没干别的事 天天在那 扫兮 李正 扫兮 扫兮 三天以后烦了 找班长去了 班长 我有意见 班长说你有什么意见 我来当兵的 练习打枪的 你让我天天扫兮 天天扫兮 这有什么用啊 班长笑了 今天告诉你的 不是扫兮 同志 我告诉你 这是教你服从 教你听到口令 迅速做出反应 你听起来像扫兮 律政 实际上 让你以后 听到指令 迅速反应 听到指令 迅速反应 所以你会发现 当兵的一喊 民众就会打倒 一说过来 就会跑步 一给颁布任务 就会说是 各位 这是什么 这就是强化的结果 所以强化 强化 强化 不断的强化 直到强化到什么程度 强化它成为神经质的反应 OK 我想这一会儿 大家终于理解 神经质需要强化 态度转变需要强化 所以企业武化当中 要不断的巩固 不断的巩固 不断的巩固 为什么有的企业家说 说李老师 其实我知道培训很重要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请一个老师来 讲完课 好三天 第四天就不行了 是 老师来讲一天 能顶三天 已经很不错了 你想想 你天天违背老师所讲的 你不能把老师讲的 延续下去能行吗 老师是干什么 老师来了 是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 给你一个正确的参考 从方向和参考当中 找出一个 送于你企业的方式 要把它不断的强化 不断的强化 不断的强化 直到强化到它成为习惯 融化到学业和行为当中去 这才真正的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第五 叫规范化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所以任何的时候 规范很重要 什么叫规范 其实每行每业 都有自己的规范 规范化管理 标准化管理 5S也好 6S也好 实际上都是在 规范化的系统之一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首先要明白 在企业当中 五化我们有没有做到 第一 我们的企业文化 够不够优秀 我们的企业文化 能不能做到前四点 那就是 给想干事的人机会 给能干事的人舞台 给干成事的人荣誉 给不干事的人危机 这是第一点 这个环境 氛围存在了 再用这个环境和氛围 同化别人 所有来的人 来到这个企业就看到了 见人有文明用语十个字 走有走向 坐有坐向 赞有赞向 来到企业 来者结识客 有问必答 有答必问 必须以企业主人风的思想 面对所有的来宾 把每个客户 看作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在这个企业里头 推从原则 自己 真正当把这些企业文化 所有来的人 在每一个员工身上 都能够付出的时候 这个企业就对了 我到一个企业 我就不说哪个名字了 请我去做顾问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请我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因为我前头 请过七个顾问了 这个李老师 我看了很多您的光盘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和欣赏 您的这种管理思想 您讲究企业文化是简单 一懂一复制 所以我想请您来给我们做顾问 我说可以 您能不能把前头那些顾问们 给您做的方案给我看一看 他说好 马上让秘书搬过来了 把前七家公司 给他做的方案拿过来 一点不夸张的说 摆在地上 摞起来 至少有将近一米高 全是密密麻麻的文字 真是做了不少功夫 然后我看着这一大落 七家公司做出来的企业文化 和企业策划 我就问老板 您都看完了吗 他说我看了一部分 我说为什么只看一部分呢 太多了 我实在看不完 我说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的 要运到企业当中的 我说你是不是要给你的员工们 让他们来 来理解和运用这些东西 他说是啊 我说请问你是工厂啊 还是大学啊 他说我工厂啊 我说是工厂 你给他们这么多东西 他看得完吗 这是大学都要读四年啊 他真正的工作是做事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 让他学理论呢 所以今天员工 你要给他企业文化 一定要做到简单 一懂一复制 什么叫简单 一懂一复制 你看看 解放军啊 八岁 十八岁到二十三岁 多年轻啊 一首歌就知道兵怎么当了 你听听 多简单的 革命军人 哥哥要老机 三大级律 八乡主义 三加八十一项 搞定 三加八十一项 就知道兵怎么当了 简单 一懂一复制 所以我在我们的企业当中 有一句话 说血情不对的 对不起 我们只做朋友 不做兄弟 血情相对的 我们做兄弟 一起合作 所以有句话说的好 不能同流 怎能 合什么屋啊 怎能合作 同流 合作 我们才能互动 我们才能共赢 我们才能有共同的愿景 价值观不同 有句话叫 知同道不合 不相为谋 所以在一个企业当中 一定要塑造 共同的愿景 共同的未来 有了共同的愿景 有了共同的目标 只要目标是一致的 怎么样 所有的分歧 都不叫分歧 所有的矛盾 都不叫矛盾 所以在企业当中 要建立家的文化 企业的文化 所以今天 如果你到居斯特 你随便建立一个员工 你是哪里人 他一定不告诉你 不会告诉你 我是河南的 我是湖北的 我是三西的 他一定会告诉你 我是居斯特的 你再问他 你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居斯特的 你家是哪里的 哦 我家呀 我出生在太原 我出生在郑州 我出生在长春 他会这么告诉你 为什么 我们避免矛盾 我们都是居斯特人 企业做大了 全国都有分公司 到哪里 看到我们的logo 谈到我们的企业 大家就会觉得亲 大家会觉得一家人 一个信仰 一个符号 大家不要以为 它是形式主义 其实形式主义 非常之重要 就像我们拜佛 拜佛要何时 你说是形式吗 叫心诚则灵 任何的时候 你有没有真正的 对你的企业 有一种信仰 当你对企业 有信仰的时候 这就是企业文化 最核心的一点 以企业为家 企业兴我容 企业衰我齿 企业就是我的家 其实人要有 这种集体荣誉感的 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说 大家永远记住 你永远代表不住你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啊 你从家里一出来 在你们村上 你做点好事 人家说 这是老张家的儿子 做点坏事 人家说 这是老张家的儿子 你出了村 到别的村 做点好事 人家说 这是哪村的 你做点坏事 人家说 这是哪村的 你今天离开你的县 大家会说 这是哪县的 你离开你的县 大家人家会说 你是哪个县的 所以今天 一个人一定要 集体荣誉感 集体荣誉感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 我说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 松下兴致住 松下 刚才我刚刚谈到了 松下的250计划 松下员工犯了错误 会关禁闭 但是你要听到 关禁闭 你会觉得 太法西斯了 员工犯了错误 还关禁闭 当你听完他说的话 你就觉得他关的不过分了 为什么 他关起来 说这样告诉你 为我松下本人 我更不会关你 我也可以开除你 我为什么要关你 因为你所做的事 你影响的是我们的民族 你损害的是我们国家的利益 所有代表民族和国家 把你关起来 让你好好长长记性 这是什么 上升到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 所以今天 我们一个人 每一次 我们出国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的学员出国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们 请大家记住 当我们踏上飞机 当我们的飞机 飞出了我们 中华民族的领空的时候 那一刻 我们的言谈举止 行使作过 都代表着我们的民族 都代表着我们 世界上每一个华人 我们要为我们的民族增光 要为我们的国家增光 要为中国人增光 增弃 我们必须这样 才能让世界 让世人 引起他们的瞩目 仰视我们 他们才知道 华夏这个民族 是多么的伟大 所以一个民族的声誉 靠大家努力 一个国家的声誉 靠大家努力 一个企业的声誉 也要靠大家努力 一个家族的声誉 也要靠全家 所以朋友们 永远记住 在国家当中 要尊重国家 为国家的尊严而捍卫 在企业当中 要尊重企业 为企业的尊严而捍卫 当你离开了国家和企业 为你本人 为你的家族 同样也要去捍卫 你的尊严 和你家族的荣誉 我认为 这就是文化 这就是我谈到的企业文化 所以在企业文化当中 我跟大家谈到了这么多 在企业当中 要建造组织的信仰 什么叫组织信仰 认同组织 把自己变成组织需要的人 今天在企业当中 我们认同不认同 我们的企业文化 很简单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 只要每次新员工来了 新员工培训 我都要在背后 好好的看一看 我认为毛泽东先生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他说学习班是个好地方 很多问题都能在学习班里 发现并能得以解决 确实 你在后边一观察 有人学习是认认真真 有人学习是信员一马 有人是身在草营 心在汉 很简单 有人是不得不坐在这里学习 有人是敷衍当工作学习 有人知道知识 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发现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在任何时候 在学习当中观察 在观察当中学习 这样我们能够发现 爱学习积极向上的人 哪怕他的反应迟钝一点 慢一点 只要他滋滋不倦地去追求 终究会成为 行业当中的佼佼者 本节目现已制成培训光盘 全国可获到付款 订购电话4006-5858-00 4006-5858-00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苍天不会辜负那些勤奋付出的人 第二 接受灌输 企业文化需要不断地灌输 你今天不懂不要紧 今天不会也不要紧 当我们不断地向你灌输的时候 不断地向你灌输的时候 你是否能认同 你是否能够接受 如果你不认同 如果你排异 如果你排斥 对不起 不是一家人不能进一家门 一个企业没有统一的文化核心 大家没有统一的信仰 这是很难在一起维持的 所以杰克贝尔奇先生说的一句话 我非常欣赏 他说 不管是多好的私交 不管是多近的亲情 假如随来障碍了我们的执行 荷物的原则 我必将将此人铲除 这话说的多么的战经叠体 不管是多么好的私交 不管是多么近的血缘 只要是障碍了我们的发展 我必将毫不留情的将此铲除 所以我今天在我集团经常说 我跟我们的执行总裁说 我说 我是咱们集团里的推土机 如果随来障碍我们的发展 随来障碍我们的改革 随来障碍我们的战略 我唯一能帮你的 也是我最愿意帮你的 我愿意做你的 马前推土机 为你推平障碍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变革 我们才能改革 我们才能创新 所以你走进我们集团 你会发现 大楼的墙上赫然有一排字 居安思维 创新发展 我们永远要知道 看不到危机是最可怕的 咱们的企业还有一行字 叫你对企业抱怨之时 就是你离开企业之日 有人说 哇太狠了嘛 过分吧 希特勒吧 哇抱怨都不允许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 我们的企业文化 我们说的抱怨 离开 并不是说你说句 不好听的话 抱怨那个企业不怎么样 我就开除你 不是这意思 我是告诉你 如果你抱怨这个企业 请你不要在这里工作 因为当你抱怨了 你就不积极了 当你不积极了 你就不认真了 当你不认真了 就没有成绩了 当你没有成绩了 你的前途在哪里 当你没有前途了 企业就没有希望了 企业没有希望 你也没有前途 这样两败俱伤又何苦呢 与其这样 不如我们 民勤则木而戏 民臣则君而适 人各有志 何必强求呢 所以如果你抱怨他 不是挚爱他 你不如离开他 既是帮助他 又是帮助你自己 因为光阴四箭 斗转星移 人毕竟是 一天比一天老得快呀 时间是一条 万劫不复的河流啊 增眼一天 闭眼一天 一不小心 你才发现 家早成 夜未旧 年上又心一秋 问壮志何在 随之年华 富东流啊 拖不起呀 所以我喜欢 美国前国务卿 鲍威尔先生一句话 他说 去拖延一个问题 可能远比做错 付出的代价 更大 更可怕 我觉得这句话太对了 很多人失败的原因就是 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明天 明天又拖明天 可您忽略了一个问题 日复一日 明日何其多 年复一年 一年有几多呀 我们多少说 明天要做的事 事过今天 到今天还没有去做 我们多少说 今天要去看的亲人 等我们再去看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会看我们 难道 这个时候 我们不后悔吗 晚了 所以我经常说 朋友 切记 心动 不如行动 人生当中 只去改变思维模式 不去改变行为模式 永远不会改变事实和结果 无论你觉得 李强讲的多么有道理 无论你觉得 李强讲的是多么的正确 如果你不去改变行为 你就永远不会改变结果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请你记住这句话 一个人 只改变思维模式 不改变行为模式 永远不会改变事实和结果 一个人只改变思维模式 不改变行为模式 永远不会改变事实和结果 当你发现了一个正确的目标 当你发现了一个正确的行为方式 当你发现了一个正确的方式方法 请你明天就行动好吗 好 不好 明天就晚了 马上行动 立即行动 现在行动 但有人问我 立强老师 现在都说时间管理很重要 什么是最好的时间管理 我对他回答很简单 听到了 想到了 做到了 是最好的时间管理 有人说 李老师 执行力很重要 什么叫执行力 你能跟我们讲讲吗 想到了 听到了 做到了 就是最好的执行力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把时间管理讲上三个小时 我想都已经不太懂得时间管理 如果把时间管理讲上三天三夜 我想这个人压根就没有时间概念 如果我把一个执行力讲上三天三夜 我想已经就没有了执行力 听到 想到 做到 想到 听到 做到 听到 想到 马上行动到 OK 这就是最好的时间管理 这就是最好的执行力 所以 心动不如行动 任何的时候 只要行动 才会有结果 这个就是企业文化 这个就是执行力 所以今天 我们去思考一下 有多少心动没有行动的 切记 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 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诸如 这是一种悲哀 第三 怎么样才能成功 这句话 你可要好好分析 只有傻子才能成功 只有傻子才能成功 对 还有第二句话 上帝不为难 头脑简单的人 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没有创造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创新的能力 如果你能不能突破自己的思维 你就做一个听话照做的人 听话照做也能成功 因为跟对人 做对事 很多人成功 正是因为 他没有听到太多的感染和影响 他就是有了一个想法 听话照做 坚持下来了 所以最终他就成功了 所以今天 我们在我们当今的职业岗位 和创业过程当中 又的时候 做一做这个又聋又哑的小青蛙 看到一个 一个自己的目标 一直制作罪业群 我相信 他也是能够创造奇迹 所以建造企业组织的信仰 就是要这样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有个共同的远景 那么 在我们整个的做企业当中 如何成立一名好的领导 怎样成立一名合格的领导 甚至于如何成为一个标准的 卓越领导力的中国式领导人 那我想这是每一位企业家 今天都想去了解的 那么在这里通过15年 我对企业的调研 对企业的服务 我自己做了以下 这么几点的总结 供大家一起来分享探讨 我认为作为企业 当你创业的时候 在岗位上创业 当你自己想真正成为一个 执掌江三的指挥家的时候 首先要完成第一个任务 叫什么 组织结构要完善 企业的组织结构 如果不完善 就好比紧紧咬合的齿轮 不经意间会成为最大的障碍 我们发现很多企业 真正出现问题是组织架构不完善 为什么说有时候执行不到位 没有监督部门 为什么说会出现漏洞 没有应急处理部门 所以一个企业随着你的规模 我们经常说 小企业三五十个人 七八十个人 百八十个人 甚至一二百个人 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有魅力的人 在五百人以下 凭魅力和你个人的魄力 不用太多的制度 你就完全可以把握这个企业 但是企业一旦到了千人 这个企业需要走进规范的管理 要用制度来管 不是用人来管 人来管随机性太强 只有制度才可以流传 如果我们想做百年经营 是想有谁能活一百年呢 即便能活一百年 你能经营一百年吗 不可能也做不到 所以只有制度 可以让我们做百年老店 只有制度 才能让我们做百年品牌 只有制度 才能够流传三百年五百年 乃至于一千年 都有可能 所以在每一代卓越的领导者当中 不断地完善它 在每一代伟大的企业家当中 不断地去完善它 归纳它 最后把这样的一个组织 把这样的一个文化 把这样一个系统 留给我们企业 不断地向下复制 不断地向下复制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百年经营 所以第一 我们要考虑组织框架 柳川智先生说过一句话 说企业就是搭台子 组班子造势 首先说组班子 组织框架当中 责权利一定要分清 部门建设架构 一定要完善 如果没有完善的组织架构 这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 画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原心开始 把原心我们叫做董事会 把第二圈叫做高层领导 把第三圈叫做中层领导 把第四圈叫做基层领导 把最边缘的一圈叫做员工 就像一个打靶的靶心 我们分成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最中心的是什么 最中心核心的就是领导 董事会 所以 第一圈是董事会 第二圈是高层 第三圈是中层 第四圈是基层 最后一圈是员工 那么在这个靶心当中 在这个图表当中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如果员工层出问题 没有关系 员工层出问题 最多影响几个朋友 所以给企业 不会带来什么震动 如果是基层主管出了问题 你就会发现 基层主管 我们用句话叫 秦桧也有撒好的俩后的 那么基层主管 如果出问题 就会击穿员工层 所以你会发现 它有一定的破坏性 如果是中层领导出问题 那问题相对就严重一些了 因为中层领导 往往提拔了基层领导 基层领导又有撒好俩后的 往往你会发现 一个中层领导出问题 他会带走基层领导 还会带走基层员工 如果是高层出了问题 可能会带走一个部门 如果是董事局出了问题 往往会一家公司变成两家公司 所以在企业组织架构当中 作为组织架构的核心人物 董事会 董事长 你能否把握好几个股东 董事局能否把握好你的高层 把每个高层做到知己知彼 把每个高层能不能做到 把自己的基层做到了如知诈 把每个中层对自己的基层 叫做把控于千里之外 把每个基层能做到 对员工以身作则 这才是企业一个组织架构的 初步图形 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一讲 暂时给大家讲到组织架构 回头在我们下讲当中 我将就企业各个部门的架构 即用人育人财人 之用人之企业文化建造 和大家进一步的沟通 最后我将来到心房間 这样 看